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命频道 我是韩梅 今天是2019年4月15日星期一 就在刚刚 有法国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些照片 法国巴黎圣母院着火了 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恐怕没有人不知道 这回 这个大火着的特别的大 最高的那个地方 那个塔楼已经是倒塌了 这个巨大的人类的文化遗产 就毁之一旦 今年好像是大火特别特别的多 而且都是一些个毁灭性的 我还一直计划着想去欧洲去旅游 如果去欧洲旅游的话去巴黎 这巴黎圣母院是一定要去看的 对不对 我还没有去 不知道有没有网友跟我一样 一定会有的对吧 一定会有 网友刚刚去看过的 然后这一回 看不了了 已经被大火吞噬了 非常的可惜 现在呢 我把网友给我发来的图片 给大家发上去 让大家看一下吧 做一个纪念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这给大家看就能够 那边 我这就能够 做一个纪念吧 这就是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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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